大家好,今天來到沙田,當然是來踩單車 但是大家踩單車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安全的話 隨時會造成意外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了Joey和高俊兩位嘉賓 來踩單車大比拼 Joey,平時有沒有踩單車? 我平時也有踩單車 高俊呢?單車開得多,單車就少了 好,事不宜遲,立即開始踩單車大比拼 挑戰很簡單,參賽者在最短時間內 由安景街單車徑踩單車去到恆泰路 但是如果參賽者在比賽期間 違反了單車任何的安全指引 又或者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就會扣分 所以不一定踩得快就贏了 兩位準備好嗎?準備好 慢著,兩位先扣一分 為什麼? 踩單車前,一定要檢查單車的剎車制 是否運作正常 胎氣夠不夠? 最後當然是戴單車頭盔 以及戴保護裝備 兩位準備好嗎?準備好 好,挑戰開始 哇,超車沒有扣右,減一分 我要先走,好嗎? 為什麼會這樣? 行人路踩單車,當然不行 記得遵守交通標誌 沒有遵守道路標誌 過馬路又不下車 扣兩分 怪女,過馬路有留意交通情況 還懂得下車過馬路 還懂得下車過馬路 這麼危險的動作都做得出 扣分 好,經過一輪比拼之後 雖然高俊你是首先衝線那位 但你的維麗事項比Joey多 所以今次的比賽結果是 打和的 踩單車是有益身心的活動 大人、小朋友都對 但大家踩單車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配戴適當的個人保護裝備之餘 還要遵守交通規則 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 那就踩得安全又放心了